简单来说,要做到优质的建筑工地清洁工程,不论是粗清、外墙清洁、幼清和包装清洁都要小心,避免对建筑物料造成任何损坏。 要用工程师批准的清洁剂,事前要进行测试。 各项清洁之前,都要订定收获样板房,才可以全面动工。 外墙清洁之前,窗口要封盖好挡板,避免清洁用水建进屋里,对安装好的物料造成破坏。 而平台的物料也要做好保护。 粗清和外墙清洁,自来水的水管要安装稳固,排水设备系统要完善。 粗清和外墙清洁,要确保有足够自来水供应,避免中途停水而损坏外墙喉管和瓷砖表面光泽。 包装清洁清洁之前,要检查好有没有疏忽了的地方,做好收获样板房才全面动工。 清洁时,要有秩序,由外到内,由上到下,由屋内到门口。 清洁的时候,要有足够的灯光,事先要做好保护。 清洁之后,无论窗口,门,电置位,瓷砖,橱柜,截具等等,都应该光洁如新。 在建筑工地里所有的工序,其实都有很明确的指示和严格的规矩。 可是无论规条有多完善,最重要的是,每一个参与的单位和每一个人都要忠诚合作,质量才可以有所保证和进步。 齐心合力,上下一心,提高房屋的质量,为人为己,提供一个理想的家居。 这是我们建筑业每一个人的份内饰。 会发生的高台话。 好! 好!